吕梁英雄传 第七回 抗焦梁卖力掺杀 打暗号老五街头 三个人听见声音好熟 细细看时 原来是本村吴老汉的儿子吴二娃 吴二娃今年只有17岁 生得又黑又小 聪明勇敢 天不怕地不怕 这天他听到修碉堡的人回来说 他爹叫养狗咬死了 马上气得心如刀脚 提了把杀猪刀子 连夜就要去找日本人报仇 雷石柱问清了吴二娃 忙把他们打死养狗的事讲了一遍 吴二娃听说后 恨气削了一些 但仍凹着飞去不行 雷石柱说 日本人有洋枪洋炮 门上放着哨 围着铁丝网 恐怕你连门也进不去就没命了 要报仇不难 参加民兵咱们一块干 没等说完 吴二娃抢着问 民兵是干啥理 孟二棱插嘴道 打日本吗 吴二娃一听是打日本 再没往下问 便非参加不行 并且说 你们敢干的事 我都敢干 雷石柱一想 这小孩子平日坚决勇敢 将来倒是个好民兵 当下就答应下 路上又把民兵的任务 要注意的事情 给讲解了一些 说着回到了村里 到六月尽头 敌人把汉家山的碉堡修好了 那碉堡修的盛世坚固 高约三丈 周围有七八尺高的一道土围墙 中间夹着好几道铁丝网 里边住着一小队日军 村子里 东头大官地庙里 住着一中队伟军 西头一座楼院里 是伟联合村公所 这位联合村公所 管辖着康家寨 望春衙 桃花庄等几个村子 村长就是二日本王怀当 他上任以后 每日便派村警 四村催粮药款 抓民夫 派花姑娘 谁家不交 便将人捆回村公所 不问青红皂白 暗道就是一顿军棍马棒 轻的放回来 躺个一月四十天 重的生生就叫他拷打死了 方圆村的人 没有一个人不恨他的 最近 伟联合村公所 又派下七千斤麦子 康家寨全村 分配的是二千斤 限三天交清 给雷石柱摊派了五十斤 雷石柱心中气闷 顺步来到街上 看见有几家穷人 也因这件事 哀声叹气的议论 雷石柱过去听了听 大半都是苦恼的叫着 这样下去 穷人可是没活的路了 心里一阵气愤难受 便走到村西头 康大婶家里 康大婶五十多年纪 家里很穷 有一个儿子 1940年参加了 八路军一二灵师 家里剩下他一个 孤寡老太婆 抗日政府帮助他 种十级赏地 还能过活 他为人心肠好 谁家小娃娃头痛脑热 都请他去看一看 问个偏方 康大婶自从收养了 刘二泽夫妇的孩子 就好像是他的孩子一样 想尽一切办法喂养 这样他在村里 就落了个好名声 雷石柱一进门 见康大婶端着半破忌土 慌慌张张往麦子里掺 见进来人 吓得连忙拿口袋遮盖 后来看见是雷石柱 这才松了一口气 雷石柱盲问 大婶这是做甚么 康大婶说 石柱子你看这还成个世道 又派下三十斤麦子 掺上些土 好少焦点呀 雷石柱听了 看了看那掺上土的麦子 忽然想起个办法 连忙说 康大婶 你这可是个笨法子 掺得少了不抵是 掺得多了 一眼就看出来了 于是把刚才想下 掺杀的办法告给他 并说咱们吃不成 叫敌人也不要想好好吃 不过麦子里的皮皮疙渣 可要闹干净里 康大婶听了高兴的说 这可是个好谋算 急忙出门就去找杀 雷石柱也赶快出来 又把这办法告给民兵们 亲戚传亲戚 林家告林家 大家都照那办法掺脚上了 有几家先交到维持会的 康顺丰们不但没看出来 还夸奖说 这回的梁交的可痛快里 又快又好 连个皮皮疙渣也没有 雷石柱看着计划成功了 心中很高兴 想起自己的五十斤麦子 还没交 连忙到河滩里 找回五斤重的快沙时 岛城面面用罗罗过 又叫他女人无秀英 淡淡的熬了些鱼皮水 撒在麦子里 然后把沙子和进去搅匀 这样一颗麦子上 便沾了几粒小沙子 不放到眼跟前 一点也看不出来 刚刚掺好风干 正要往维持会去送 忽见康明里 慌慌张张的跑进来说 哎哟 石柱哥 大事不好了 雷石柱盲问 出了什么事了 康明里喘了口气说道 街上来了个货狼子 身上戴着良民政 我问他从那里来的 他说从水域镇来的 我正要问他卖的是什么货 他就反过来问我说 你知道雷石柱在哪儿住 我看这人不对 恐怕是敌人派来的密碟 你快躲一下吧 雷石柱听罢 先是大吃一惊 随即好像想起了什么事 脸上平静了一点 问道 你看见那人头上戴的什么帽子 身上背的什么颜色的包袱 康明里说 头上戴一顶黑瓜壳 身上背的蓝印花布包袱 雷石柱听罢 把手一拍 高兴地说 咱们快看去 这一下 弄得康明里摸不着头脑了 冷了一阵问道 石柱哥 是怎么回事 雷石柱说 你先别问 庭会就明白了 说着 两个人便相跟着出来 到街上走了没几步 就见一个头戴瓜壳 身背包袱的货狼子走过来 康明里扭头给雷石柱使了个眼色 低声说 就是这个人 雷石柱抬头一看 见那人商人打扮 年纪有二十七八 个子长得很结实 脸色黑里透红 看起来很精神 两只大眼炯炯有神 给人一种英俊忠厚的感觉 那人一面往过走 一面也在打量雷石柱 两个人眼光碰在了一起 雷石柱急忙躲开 向四周扫了一眼 见街上没有人 连忙迎上去摸了摸脸说 我就是雷石柱 那人也摸了摸脸说 哦 给你烧着封信了 雷石柱说 到我家里去吧 那人点了点头 三个人回到雷石柱家里 雷石柱把包袱接过来放到炕上 便叫吴秀英到院里去烧水 大家坐下 一面抽烟 一面拉闲话 康明里在一旁好像闷在鼓里 想问又不敢问 那人瞟了康明里一眼 向雷石柱说 他 雷石柱忙抢着回答说 他也是自己人 没关系 那人听了 脱下鞋 取出一封折成三角的信 递给雷石柱说 这是老马同志写的组织介绍信 雷石柱拆开看了 激动的对康明里说 这位事务的民同志 来这里领导咱们对敌斗争 暂时代理咱们这里的支部书记 康明里忙过去握了握手 说 这下我们就有办法了 老五一面抽烟喝水 一面便问村里的情形 雷石柱就把他们打死养狗 交粮掺杀的事实 从头说了一遍 老五笑了笑说 好 以后就是这干法 三个人又计划了一下今后的工作 老五便对康明里说 你到村里跑一趟 看谁家买东西 就说这里来了货狼子 说吧 康明里转身要走 雷石柱又一把拉住说 只叫那些穷人家 维持会的人可不要叫来 康明里应着 飞快地去了 这时 老五又给雷石柱吩咐了一番 雷石柱点点头说 对 这好办 这好办 reflects 那我们可以试试